红包时时有 内容大不同 感觉也输了千把块嘛 感觉有点不对 微信发红包 游戏变陷阱 真的就像挖了一个坑 把自己埋了 弟弟涉毒 输光家产 姐姐载入赌局 喂拿班 那当时肯定也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 夜线 红包群的秘密 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微信抢红包大家都不陌生了 一般来说是发生在熟悉的同事啦 亲戚之间的一个小游戏 但是微信抢红包怎么就变成了赌场和赌局呢 我们一起来看发生在浙江温岭的这个案件 小吴和小徐是在浙江温岭打工的外地人 两人都是当地一家美发店的理发师 每天人来人往的客流 让他俩结识了许多的朋友 也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手机游戏 客人在那里玩嘛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什么 他说抢红包 抢红包 我说这个挺好玩的 我说怎么玩 我说玩 那我看看 然后开了一下 我说我能不能进这个群 他说那进这个群我帮你拉进去 拉进去就这样子 进去就一开始就玩 像我们自己工作的群里面 偶尔我抢红包 我就在当做工作群里面抢红包 开心一下嘛 就这样 这是一个以抢红包为主要内容的微信群 群主定时发定额红包 其他人提前下注 然后抢红包 抢完后 大家以当地一种比较大小的算法论输赢 于是小吴和小徐两人 也在店里生意不忙的时候 开始玩起了这个抢红包的游戏 夏天那段时间我们刚好也不是很忙那一段时间 所以说就偶尔就去点一下 去玩一下就这样 然后像我们平时就娱乐嘛 我们也不会说去 当它去赌那样的 去跟别人压了那么大或者怎么样 我们当做娱乐 比如说就玩一下也 没什么多大感觉 反正也不会伤身 也不会怎么样 一开始反正就是觉得游戏一样好玩嘛 就是玩一下下 所以我们压的也都不大 十块 五块 有时候二十 反正我记得好像最多一次压过五十块 反正都是靠自己手气啊 读硬器 因为我们平时也不会说去读啊 因为我们平时也 限制当中我们也很少 基本上不玩拍我们 这个是纯属是在微信上是娱乐 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 这个是赌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写了之后放松一下也可以 就是觉得好 所以说想着玩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方便嘛 手机拿出来就可以玩了 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 这个游戏已经让两人输了上千元 这时两人开始感觉不太对劲了 他会把群规发给你 对 然后每次都会有财务找你嘛 你付钱也好 你收钱也好 你如果你赔给你的 他也会财务会直接找你嘛 他们自己在群里面 都会把自己名字写好啊 群主就专门负责看人啊 财务就专门负责收钱啊 他们都分得很清楚啊 感觉也输了千把快嘛 感觉有点不对 感觉不对的就停掉了 让小吴和小徐疑惑不解的是 在群里感觉进入了赌场一般 于是两人商量后 及时停手退出了这个红包群 我要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觉得赌博的心态了 一开始没有这个想法 有个几天我还下来了 因为书书云云书书云云嘛 然后我就觉得你今天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事上下不斗嘛 你如果斗了的话你肯定想翻本的机会 那种有那种心态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是吧 那我就想着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后面就停下了 然而这个一抢红包命名的微信群到底是不是赌博场所呢 背后是否有人操纵呢 无独有偶 2016年6月 浙江温岭市公安局泽国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人通过微信建群 以发红包笔大小的方式进行网络赌博盈利 真是那个闻所未闻啊 一般我在想嘛 顶多那个红包们强强娱乐一下就好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聪明 还能想出用这种东西来读博 确实是挺让人震惊的 反正比较疯狂 从早上开始读到下半夜 很疯狂很疯狂 玩的人特别多 影响也 蛮多人都说前书的倾家档传 差不多有这种意思 接到报案后 浙江温岭市公安局泽国派出所 迅速组织力量展开了侦查 然而 面对虚拟的空间和人员 如何调查取证成为了一个难题 我们涉及到的案件比较新型 不是我们传统的赌博案件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公安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于是 林景先以玩家的虚拟身份 进入红包群摸牌取证 一开始向我进去 反正 就可能他反正没什么戒心 反正你说要赌 他就会拉你进去 一开始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 群里每天热闹异常 群友的活跃度非常高 平时基本上 我们上班时间 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做 大家的话全讲红包 而且像我们这边的话 很多都是 家里有房子出租 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的 比如说家里有啃老族之类的 还有那个在家带小孩子之类的 还有平时白天没什么事情的之类的 这一帮人为主 人最多的是200多人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因为大家都喜欢玩这种抢红包的游戏 然后抢着抢着就有可能演变出新的形式来了 就是娱乐圈 大家平时打发打发时间 不过就赚点小钱花花 他们的手就感觉到手 我今天都去读几把 运气好的时候赢点钱 运气不好 数点装作打发时间 相比那个传统的 开始赌场的赌博形式的话 这个的话不用赶到现场 就可以参与赌博了 大概一盘下来 就十来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从早上十点开始 晚上 晚上大概 凌晨大概三十点钟结束 就这样 它内容都是差不多 就是抢红包 一天少的话五六十把 多的话七八十把都有的 甚至更多的时候 就生意特别好的时候 一天一百来把也有 该群的规则 是以抢红包比点数的方式赌博 首先所有玩家竞标做装 然后大家各自下注压钱 每注可压二十到一百元不等 之后群主发出一个十元左右的红包 由大家来抢 最后根据每人抢到红包的数额 来决定输赢和赔率 倍数的话 就按照他抢的红包那个数字来判断的 就比如他抢了0.48 就0加4加8嘛 不是1.2嘛 12嘛 12的话就相当于是那个牛二嘛 就是两倍 就三个数字相加 反正看到他们的规则 估计看看 这个倍数比较高 15倍 如果你20块钱 这15倍下去也贵的 是不是 所以我发现这个赌的其实也挺大的 我们原先也没想到设计的金融有这么大 有可能我们1000万的话 是我们低估的算起来 以最保守的计算出来 近千万 由于规则设定群主抽成5% 所以不管群里的成员怎么抢怎么发 不管玩家是输或者是赢 群主都是稳赚不赔 而且群主和管理员对于陌生人的进入警惕性很高 防范意识很强 老师在那边的看不赌博的 他肯定要有怀疑 但我就是没在赌 没在赌他就是说 你一直都没在赌 这个可能是比较后期 就我跟了大概十来天下来 然后后面我要进去的话 他就每次都要问一下 他说你都没在赌 然后我就说我要赌的 然后他就 他说你谁拉的叫谁拉进去 然后我反正都是找那个老板 他们有个大老板 大老板我都叫那个大老板给我拉进去 因为他要赌博的时候 要需要拉不同的 拉微信的好友过来赌博 后来又跑几次把他踢回来 踢出去 当时你一进去他就会加你微信 把你微信号加上 然后他会问问谁拉的 或者怎么样 反正他要做登记的吧应该 那万一到时候我钱付不出来 或者怎么样 他就会找那个拉的人 就朋友拉朋友 同时为了逃避网络平台的监管和公安打击 群主会频繁更换红包群的名字 他们的微信群不停地在换 就是隔几天换一个群 隔几天换一个群 就是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打击 每天都换 反正我跟着每天 每天反正你差不多到晚上凌晨三点多 他老板就自动建了一个群 但是他一开始就拉那些管理 管理拉了之后就是到四点左右 可能群结束了 那些管理会 就管理开始拉人 就把这个群里面的人拉到另外一个群 就这样 然后名字改一下 就是还是这个赌博群的名字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组织结构完成 分工明确的网络赌博场所 完整地展现在警方面前 组织结构很严厉 好几个老板 几个管理 管理的话就负责那个微信前台的管理了 就比如说 那个赌博人跟赌博人之间有什么 矛盾纠纷啊 就吵起来了 他们就喝止一下 比如说有新的赌博人进来的话 他不是规则不懂啊 然后他就发下规则 还有清点那些下注人数啊之类的 然后财务的话就专门负责那个钱的结算嘛 就统计那个输赢 然后并向那个赢的人付钱 向输的人那个要钱 还有就是向庄要钱并抽水 按照他们来讲的话 50块钱一个小时啊 工作12个小时来算的话 也有600块钱 应该算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计算机软件 一个人负责一个计算机的软件 他这个是有个机器人负责专门统计的 就专门有一个可能网上一个软件 就专门负责 反正他从 他主要是这个 即时是从那个数字 他说开始发红包 他要先发一张图 然后那个图发完之后 下面就开始记 那个机器就开始自动 开始那个统计 就几个人下注 然后几个人抢红包之后 这个红包结束之后 他会一个数据出来 统计出来 具体大家点数是多少 如何赔付的话 他有完整的操作记录 虚拟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2016年9月份开始 警方组织多组侦察人员 分别赴浙江泰州宁波等地 开展取证 及抓捕行动 一举破坏了 这级事案资金超过千万元的 特大微信 抢红包赌博案件 真的就像挖了一个坑 把自己埋了 我现在不那么异象天开了吧 因为代价太大了 真心的 真心的 谁会愿意 去玩这个东西 你说现在搞得家里现象成这样子 真的不愿意 目前六名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嫌疑人 已被温岭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而更让大家惊讶的是 这个涉案金额上千万的刑事案件的主犯 竟然是两个普通家庭里的两名主妇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黄飞绝博士 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我没完全明白 就是在微信里头抢红包 怎么就能赌钱了 因为所有的 只要有前扣排列的 有大小之分的 又相对比较客观的 存在于这种手机 各种游戏的 类似支付宝 微信 都可以变化为一种 比大小的方式 如果比大小 在于结果的支付 那就是赌钱 听上去 这个事本身 没有什么太大的含金量 但是我觉得它的狡猾在于 它利用了一个 大家没有想到的空间 因为在生活中 你开一赌场 那个是犯法的 警察很快就来抓了 但是你在手机的红包群里头 拿抢红包 弄了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没想到 至少可能能让你那么 玩一阵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这个 就是从一个贫困状态 慢慢的走向了一个市场 经济开始第一批 第一批人有钱了 你知道上海街头 有怎么赌钱的吗 拿一个万宝路的盒子 放在桌上 摆一个小凳子 以前上面是摆的是 咸菜毛肚子和泡饭吃饭的 现在就摆一个万宝路的盒子 然后盒子上面放一个打火机 是横着这么放的 表示赌十块钱 你跑过去对他说 单 然后他拆开里边三根香烟 他给你十块钱 如果是四根香烟是双吗 你给他十块钱 而且有一个很有名的香港女歌星 流落在上海的爹 就在就是这个太平马头那边 一直在那摆摊 大家都知道 而且他不是唯一的 有很多人都是干这种事情 其实原理跟那微信红包里边的原理也差 比锦还要低级 还有我们俩拿着个钱 到处第三个是单还是双 你说单 我这张是五块 对不对 猜对了 你的猜错了 你要是想赌 反正什么都有 啥都有 对 他们只是这次利用了一个高科技的虚拟空间 比较红的 而且现在微信红包 大家比较喜欢抢 而且方便 他又隐蔽 而且随时随地 我们就会想到一定是特别老油条的职业赌徒 才能想得出这样的事 但事实上不是家庭妇女干的 为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几年三十二岁的李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十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林某 就傻 不吉林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不需要一个男人特吉林 要他干嘛 特吉林呢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聪明的那种 有点傻乎乎的 很容易健忘的 那找一个特别吉林的 那改天不是要骂死了 你说你成天丢三落四的 别人会按照他自己个人的 就是说感觉我心里怎么想 你必须要这么做 不久李某便从宁波 嫁到了温岭泽国镇 并在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 夫妻两人一起经营 刚结婚的时候 他们家做那个 做点小生意在做的 他爸爸他们都在做 那这几年就是他爸爸 反正是怎么说呢 我公共这个人也比较 他不识字啊 然后也别别人骗了 也骗了点钱 所以家里根本 徐总装就没有什么积职 家里一般都是他就做 这个是失败 我两个爸爸嘛 又不识字又不什么的 还有我妹妹也这样 都是他的丈夫 家里什么东西 都是他一手照片的 都是听我姐的那些 然后经济方面的一些 我姐夫经常把钱交给我姐 也是交给我姐 虽然家境并不宽裕 但性格倔强的李某 依然坚持让丈夫 与自己一起经营服装小店 以前就是 怀悦是在南大洲五六个月 七个月都还在外面 乘车去进货 大家都只是进货 就是说 等于说是 一般嘛 省期嘛 就是说 等于说业里嘛 他们那抽票是 11点钟的抽啊 等于到在那个杭州 都是两三点钟的 就睡在那个藏户车里面嘛 就是说 到了提亮的时候 就去进货嘛 早上不吃饭 中午不吃饭 全到那个下午四点 四点多的 关门了呢 那进货场的关门 再休息的嘛 再回来的嘛 孩子里大肚子也就进货了嘛 就这么多年这样子嘛 我其实小的时候不要强的 不知道怎么长大了 有一点要强 我就是额外 就是开着车子去 帮他进一下口 我很少去的 嗯 就是额外的 去过一两次 感觉嘛 走到走到市场里面嘛 逛逛逛逛 脚累了就不想逛了嘛 我不想让他去做事情 为什么 我就这样可以了 我觉得过得平平淡淡挺好的 我不需要我老公去外面做事情 那个时候是我喜欢的 我能靠一个店 女人怎么就不行了 我能靠一个店 养活他家里所有的人 我干嘛要我老公去外面 你说你帮别人打工 你还要看别人颜色 他同样也在店里也在奋斗 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你不是一个人就是说 并不是说服装就是一个女人要开做的 男人也可以做 你待着就证明你也在一起努力了 一家人靠着李某的服装小店收入维持 虽然不富裕但也安稳 2016年年初 李某弟弟赌博欠下近百万外账的事情 传到李某的耳中 道具说得多我这个不大清楚 他也不会跟我说的 哪里接触那么多 这个不好记得 反正说是肯定说的 说多说少不知道 从来没有统计过这个东西 我妈妈猜见了哈 猜见户不是有分到地皮的那个钱 那个有五十万 她说吧 每天银行打电话过来 叫他们还钱 然后她老婆们也天天打给她 她说银行又打过来了 又要还钱了 她们其实根本就没什么钱了 而且她们没钱了 问她们姐姐家 其实姐姐也没多少钱了 就让她毕业度嘛 就让她不要再现家去了 就说不管你现在 比如说五十万好 你就去上个班 然后家里的小麦布局 让爸爸妈妈看着 如果我有 我会帮你一起去承担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再跟家里人说 因为我妈妈承受不了 去过 去过好几次了 我不想我弟弟 也就是那么累啊什么的 为了账 账亏了我们实在 我们也没办法 她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说是可儿子 你就到这里结束就可以了 我有能力的 哪怕我今天有五半 我全部五百都给你都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要干 她们都有权 我就是说不要玩了 但是晚上像我们这样 晚上无聊嘛 就拿起手机了 看一下微信 看见有 反正我们玩久了嘛 基本上网上很多都认识嘛 看她们在玩了嘛 然后就去下个下一把 下个一两把 如果赢了嘛 我们就收了 就可能就躺在那里 收了嘛 就想把这个翻回来 有时候玩了 玩了玩了玩了 玩了 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有时候一个通校都玩过去 这个赌这个东西怎么说嘛 反正就是说 只会越玩越大 不会越玩越小 反正就感觉玩大之后 你玩小根本 一定就没有兴趣什么的 都这样的 每个人就说 抱着就是说 想赢钱 或者说输了 想翻本的那种心思的话 就会有些人生 为了让弟弟能够摆脱毒瘾 远离曾经的毒友圈 李某和弟弟在温岭泽国镇 合开了一家美甲店 把弟弟放在自己能够看得见的身边 不久李某第二个孩子就要降生了 李某的两个门店只能关账 迫于经济压力的增大 李某的丈夫也不得已开始外出做生意 他可能也就觉得 一个男的不赚钱可能不行嘛 就是说这几年嘛 这个五六年嘛 就是说生意上嘛 就是说跟着那个 别人嘛 就是 抱抱关心 就是说跟别人合了嘛 别人现在经济也不好 对不对 就是一直 没赚到钱嘛 没有借到过一个什么想象的项目 2016年4月 李某分娩时大出血 因为转院墙就等大笔花销 让家里的经济压力更加雪上加霜 在李某休养期间 众多朋友前来探望 聊天中李某发现了一条新的商机 像我那个时候刚在坐月里啊 他们都来我家 当时反正就迷糊 大家都坐在一起 都是朋友都说 这个挺好的 反正去别人地方也在玩 那还不如自己 自己去搞一个这个 到现在为止 其实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什么感觉了 就是为什么要玩这个 可能都在一起 感觉好玩 一个大胆冒险的想法 预念而成 当时嘛 老婆跟我说嘛 他说小时候就买多钱了 对不对 他说买这个 说这么多钱 对不对 还都在提起来说 搞这个 搞这个不是吧 那个时候就没有法律概念 觉得自己那个群 你要玩 你天天你还不如在这里玩 你就要不就别玩 我可以看着你 我当时也在想 一不搞长久 一人也不认识 对不对 我就是帮想就是在外 前面又不去 就在背后群里面 说说 对不对 又没事 对不对 一不在表面上 对不对 还就是一塌子也不满 于是夫妻两人 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弟弟 我说你出了满多嘛 不就自己 就是 第一嘛 他就说 哎呀你自己送的满多的嘛 我说 我这个不能了 我说你不用了 他当时就过来嘛 就说这个搞起来蛮好的嘛 党虽然抱着四次看嘛 反正日子也玩嘛 完了 顺别的话 人赚一点回来 就是说减少一下损失一样 然后就开始搞这个嘛 三人不谋而合 2016年5月 这个以家庭成员为主的 微信赌博群上线了 原先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 帮忙一起看过 就看得太累了 然后就说 叫他 找一个管理嘛 那时候呢 这 现在那两个管理嘛 就是说 原先是一个玩家的 然后我跟他这样一提嘛 他说没什么 反正 这家也无聊嘛 就是说感觉也可以别带孩子 别想 别做 这样 这个微信群的管理员梁某 是宁波人 也是一位全职主妇 大专毕业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会计 结婚生子后 专职在家带孩子 一直拿着手机 你不觉得累吗 眼睛也算痛死 人也累 再说感觉自己时间都没了 一直拿这个手机 然后就 我老公反正下班也没事做嘛 他老公其实也教育过他 就让他不要赌的 然后他就受不住手嘛 后来就我们这边那个李某的弟弟 就找到他嘛 找中间人介绍 然后拉他入活 让他来群里做管理 然后他发现每天都有钱可以拿嘛 感觉挺好的 然后再加上一天工作时间比较长嘛 因为当管理的话 他群里开始赌博到赌博结束 这段时间他都要呆着嘛 就整天捧着个手机也比较累了 然后就跟他老公商量 然后他老公也参与进来 当管理 就他老公的话相当于是下班结束之后 就给他顶一下了 就这样 两某夫妻也加入到了这个赌博群 然而 运营了一段时间后 几个人发现 这个群的运作 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 最开始嘛 就没人玩的话 他们自己要做妆 然后自己要投钱进取钱 因为我们这种游戏的话 是后付钱的 你先玩 比如说你隔壁这个 他在玩 你跟他认识 完了他输钱了 他不愿意付 那你就会跟他说嘛 你付了嘛 付了嘛 那这么点钱就对吧 说一下 然后他高兴嘛 他就付了 他有时候不高兴就跑了 钱我们不就亏了嘛 就这样的意思 那不付呢 你有找不到他呢 就不付了嘛 所以说这个也 也赚不了多少钱呢 因为很多人都不付都跑了 这又不是现实对吧 能认识的 网上你能那么多 你全国各地 你去哪里找啊 就压一把 压几把跑了 有些欠钱的还给他们压 压了又跑了 跑了他就直接退群了嘛 你去哪里找 比如说玩家啊 你本来不如说你这把书了 你要付50块钱吧 那你那你这个东西要付给 不要不要 比如说要付给我 那他用我的微信账号跟头片 发给你 你就自然当给他 然后把钱当给那个骗子 2016年9月 当五人锒铛入狱时 两对夫妻 两个家庭 所有曾经的美好憧憬 都成了黄凉一梦 特别后悔 真的很后悔 我现在 不那么异象天开了吧 因为 现在他们都不在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家里的战务 还有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公公婆婆 还有我自己两个小孩 你必须要照顾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媒体人黄飞觉博士 心理专家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他们这个地区浙江温岭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其实按说这个地区的本地人 不管是找个工作也罢 做点小买卖也罢 不至于吃不上饭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家人就干出了这种一家子 最后都开赌场 这个靖官局的事 我觉得他们的逻辑 让你特别难以理解 首先呢 我觉得他是很有控制欲的 而且他这个控制欲呢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底线的控制欲 就是他确实是说 我不能让我弟弟出去干活 我也不能让我先生出去干活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要把它放在我的眼皮底下 我得看着它 就这个控制欲就是蛮厉害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 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家庭榜样 他弟弟说 开了一个美甲店 后来不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身体太累了 吃不消 我就在想 这年轻小伙子 做这个美甲店 他能有多累 所以这个家里面的男人呢 听上去 好娇贵呀 于是就只好女的出面来扛了 然后丈夫呢 特地找了一个傻的笨的 不聪明的哈 因为呢 那个聪明呢 那我吃不消 还是这样 放在我眼皮底下 我替他扛义气 说实话 也许那男的并不笨 也许挺聪明 但是如果要碰到这么一个老婆 不让做事 不让做主 天天各屋看着 聪明男的最后 也得变不聪明 情怀男的最后 也得变懒了 就是他把你那个思维 给你限制住了 因为特别有控制欲嘛 而且你看他那个手段 其实是全方位的 因为包括这个男的的家里 他也都给管起来了 至于管成什么样 那后来结果 大家就看见了嘛 因为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思路 于是呢 这个家里面的人 就做起来那么奇怪的事情 这个奇怪的事情呢 我觉得 我认为他是出于一个 完全扭曲了的圣恶观 他虽然对他的家人 跟他相关的人 是大包大揽的 但是却可以非常轻易的 做出伤害别人的这种决定 其实他是一个 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一个人 我也发现他很奇怪 就是他弟弟是被这种 赌产给坑过的 坑的欠了钱了 按照通常的逻辑 我被一种坏事给害过 我是很恨这种坏事的 千万千万别再让我看见 这种坏事和坏人 但是他的逻辑是说 我被这事给坏 给害了 所以我就学会这事 然后拿着去害你们 就是被 我知道有这种手段 可以害别人 然后我家人受了害 于是我就得给回去 所以你也能感觉出来 这里边其实是有 报复的成分在里头 警察说呀 参与到这个红包群里边的人 大部分是一些这样的人 也符合这个比较富裕地区的特质 或者家里有房子在出租的 或者是全职在家 当主妇带孩子的 或者是啃老族的年轻人 全职在家啃老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有不少人 闲得没事但不上班 经济上不是太贫困 他就可以不劳动 然后呢 他们还想 无缘无故的来钱 于是就天天在这个 虚拟的赌场里边瞎混 也就是说 刚才大家讨论说 为什么明明这个东西 已经害了人了 轮着几个人坐下来说 我们开个赌场 好吧 我们一起去害人好吧 没有任何一个人 从道德角度提出反对 没有一个人 从法律角度以示警戒 说危险了 我们要进去了 没有人的 大家觉得这个能挣钱 整个一个就是以前的勤劳的 这个作风都没有了 好吃懒做东西都出来了 赌这个东西 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叫不劳而获 它是世界上就没有成本的 可以一下子变成很多倍数入账的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除了这个吸毒的这个毒之外 毒是世界上最难借的一种饮 那么这两个东西 其实对人性的这种伤害和考验 都是大到极致的 那么在这种时候 怎样抵御赌博的诱惑 怎样抵御赌博能够那种不劳而获 这对每个人以前都是考验 以前这个地区很有实处理 除了很多状元很多文人很多秀才等等等等 这个地方是古代的时候就是出人才的 出读出人的 到现在为止 这些东西都没了 这个小孩子人的想的就是发财 他发财之后又不知道钱怎么办 去懂 就搞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 这农村啊 我们加强社会主义 农村的这个金正文明建设 听众就好像蛮空洞 实际上根本不空洞 信任 engagement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来 農村金正文明建设 迟迟停不 甚至倒退的恶果 这个地区原本是一个特别勤劳的 人不怕吃苦的 能干的那么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地区才能发达和支付吗 但问题是 当第一代人吃苦受累换来财富之后 没能相应的给他们孩子 以特别良好的教育 特别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信念 然后这个人没有 自我实现的要求和乐趣 因为第二代如果有良好的教育 有自我实现的 自我价值实现的那种追求 他们还可以让他们的人生 让当地的文明程度更进一步 他们的家族可以过得更好 脱贫 发财 这真的不是唯一目标 中国乡村一风一俗 加强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以前少剧啊什么的 民间的这个文化 以前是蛮发达的 它的文明程度是非常高 但是现在你看 它的经济是达到了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点 但是它的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